本院委員吳怡貞、林嘉隆、陳碧涵等26人 有鑑於客家基本法第9條規定 政府機關或機構應提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務 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 然而自99年起 公務人員高普考增設客家事務行政類科 卻未將客語列為考試科目之一 亦未針對應考資格要求應該通過客語認證 造成處理相關客家事務的公務人員 孔未能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 原此鑑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應該研議將客語列為高普考客家事務行政類科 考試科目之一 或對於應考資格 應列入客語認證之要求 以建置客語於公共服務上的無障礙環境 確實有效落實客家基本法制規定 是否有當盡請公爵